大家好 我是黑灯 我是个盲人能看出来吗 视力就0.02 也不用那么紧张 还是能看到一点点 比赛有点太残酷了我觉得 淘汰了还给你送下一楼去 淘汰我确实不担心 我上台之前最担心的就是 我怕人还没到台上 我先到一楼了 其实我的视力状况 对我自己生活 其实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我发现对别人 是个巨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把握不好这个尺度 经常就搞得非常的尴尬 有一次聚餐吃火锅 我就说了一句 我没有忌口 我梦就开始了 六双筷子替我加菜 我都来不及吃 我又客气了一句 我说这个午餐肉还挺好吃的 我那个碗 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别的肉 吃了二十多片之后 我不禁开始问自己 我说我为什么要喜欢吃午餐肉 他也不能瞑目啊 我心想要不然吃点凉菜吧 那筷子一拿起来 他们就跟收到了信号一样 那哪是双筷子 那就是个点毒机啊 直到呢 他都有语音播报 说这个是个西瓜 这个是小酥肉 我说这太烦了 这个是个毛巾 我说拿他擦半天嘴了 我不知道这是毛巾吗 不会是个毛肚吧 谁也不让我倒 我说没事 你把那个水壶给我 我可以的 我说倒 他们就跟看便戏法一样 说好好好 哎哎哎哎 好了好了好 买了 哎哎好 路过的服务员都懵了 说这桌人表演才艺呢 到200开不起磨啊 你没有想过 我平时在家里 是怎么喝水的吗 不会觉得我就靠出来聚餐 才能喝到水吧 说好几天没有出去吃饭了 要不然先洗个澡吧 不然实在太渴了 这种过分的照顾 其实是一个极端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 他们完全不照顾你 他们甚至会攻击你 脱口秀演员都是这样的 他们基本上没什么人性 说话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他们就在想 我这句话好笑不好笑 讲脱口秀 穷和丑 那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像我这样有残疾症的 那就是老天爷赏午餐肉了 有些演员他不服气啊 他说黑灯啊 你这个段子一般般啊 咱俩水平差不多的 你就是素材好 我如果有你这个条件啊 算了算了 呸呸呸呸 瞎说瞎说瞎说 祝你早日重见光明 我说你在我跟前杀说 你是不是有点搬门弄斧了 平时一些演出机会 我们是要抢的 就报名啊 谁先报上 谁就可以去演 我老抢到 他们就在群里讨论 说怎么还能 抢不过一个盲人呢 最后一百多个人 讨论出一个结果 他们说我抢到 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这个人啊 他们说我演几手快 救命啊 本场第一个性格 跟他们一起玩狼人杀 说天黑请闭言 黑灯 你不要动 穿着我去玩剧本杀 我说杀没有问题 剧本对我来说 会不会有点太难了 他们说没有关系的 一块去热闹了 不让你挨钱 你就看我们玩 我们在那搜证制证 你就当个母鸡证人就行了 我去了 我拿手机拍照 然后文字识别 那个厅 没想到啊 八个人里面 我是第一个读完的剧本 那个DM都傻了 说没有想到 他职业生涯 遇到过读剧本 最快的是个盲人 现在半个脱口秀圈都在期待 期待我去玩飞盘 能有什么惊人的表现 说实话 这样的与相处 还是挺愉快的 他们嘴欠 我也一点不吃亏 就是过分的照顾 就不需要了 因为和残障人士 打交的尺度就是 他不向你求助 你就不要去主动帮助他 因为有一种爱 叫做放手 有时候不打扰 他就是最大的温柔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毛豆 第一次站在二楼 这么高的地方 讲脱口秀 很多老师站在这个位置 都很紧张 我不一样 我站在这 整个二层都开始紧张了 这个我 我如果等会被淘汰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 老师恩这个电梯扭 我一个大跳 我直接就下去了 但是我给你介绍 我是一个退伍的海军 催士兵 我实际上就是在 黄岛江南这个地方 当的兵 当了八年 谢谢 谢谢 我退伍回来 我还给班长打电话 我说班长我回来了 班长说小猫你回来了 怎么样 退伍回家干得怎么样现在 我说挺好的 我现在回黄岛这边 棚里录节目 班长说棚里 你退伍杨柱去了 我班长是个挺好的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是他们老兵嘛 过过那种比较艰苦的日子 太节省了 我们当时催着班有道菜 叫蚂蚁上树 就是肉馍炖粉条 我们班长对这个菜呢 有自己的理解 他觉得那个粉条 只要有点肉味就行了 他炒完那个肉馍之后 我把肉馍又烙出去 去做虎逼尖叫了 打菜的时候 一群人看着那一盆粉条都蒙了 说班长今天吃蒜拉粉啊 这不蚂蚁上树吗 怎么九省树了 蚂蚁呢 班长说蚂蚁 搬架了 而且我们海军舰艇部队 有很多那种 涉外的宴请活动 舰上让我们催事班学几个 能拿得出手的那种西餐 派出我和我两个战友去学 学完回来是买原材料的时候 卡在班长这儿了 我那个战友手 他要做个那个法式鹅干 班长一看鹅干 两百多块钱一斤 班长说这样吧 你用猪干吧 猪干好 猪干明目 我吃了一口 我感觉我死了都不明目 我人生第一次吃西餐 我想沾蒜酱啊 我说班长 我炒个意大利面吧 班长说炒什么意大利面 你炒方便面就行了 库里那么多方便面 不用买 炒完之后真的 老外吃一口都净了 老外吃了一辈子意大利面呀 第一次吃红烧牛肉味 我另一个战友更完蛋 他说他要做个凯撒沙拉 就搭下金枪鱼 下一杯胡萝卜黄瓜 班长说你这个沙拉呀 就是要清清爽爽 你就放胡萝卜黄瓜就行了 我说班长那也太酥了吧 班长说酥什么 那不还有猪干吗 你要是觉得东西少啊 你可以往里放点豆腐皮啊 放点粉丝啊 放点豆芽什么的 我说班长 你这个沙拉是不是又叫 东北大阪菜 这是什么凯撒沙拉 哈尔滨凯撒 真的你这个西餐摆出来 哈尔滨凯撒大阪菜 意大利炒方便面配法国猪干 谁看见你这个菜色不得问一句 服务员我弄个串什么时候上 我来参加这个透口秀大会 我班长也很开心 他希望我可以借此机会 打破一些大家对崔石原的一些刻板印象 后来我也采访了很多观众 发现大众对崔石板的印象很单一 他就觉得那些崔石原呀 灰做饭 性格外向 长得胖 扑动画还不好 班长 我感觉我够呛了 他这个刻板印象是招着我刻的 崔石板现在但凡又不是教合数 都都把我印在封面上 真的你看那些电视剧的名字 我是特中病 一听就是战争片 充满了那种牺牲与救赎 你听到那名崔石板的故事 一听就是喜剧片 拳机里面唯一牺牲的是 小毛养的那头猪 而且人家特中病都是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听着就帅 就背装 我们都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块排骨 你打给我吧 后边没有人了 班长 真的厨师这个身份 听起来就太平常了 就像这几年的那个综艺节目 你看中国有这个 中国有那个 就显得特别潮 特别费身 就不会有个节目 叫中国有厨子 那不废话吗 哪国没有厨子 在弄 播了两集之后 再弄个节目 叫中国厨子巅峰对决 一个厨子断了一盘菜 放在这 这里是毛豆 AKA崔石板教授 来自大连DLC0411 看我一直到虎皮尖椒 让你们难忘即销 出门都掀气飘飘 最后本还在那里来个 别来这边 没想到还能在这舞台上看到说唱 评委都梦了 评委都梦了 评委说我不沾边 我怎么尝菜啊 我说你们要猜你土兔吗 干什么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汪天国 谢谢 谢谢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被淘汰 我这个 我们组这些大哥也太厉害了吧 什么玩意我是最特殊的人 我也特别喜欢毛豆大哥真的 就是他是段子非常炸 而且人特别热心肠 今天这个舞台给我吓坏了 就是因为我恐高 我每次上上下下都都特别害怕 毛豆大哥人就特好 就一直掺着我上来的 还劝我 没事啊 我挡过饼我不怕高 上来了之后楼梯有点晃 没有事我挡过船员我不怕晃 我说大哥你掺我就掺 你就别落磕了呗 你这手一个没抓紋 我今天直接吃席了 大哥 没有事我挡个厨子 我会做席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就开玩笑贼愣 因为我比他们还愣 我的情商都是破碎的 就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集 就是去年的前六强选手隆重登场 那时候我们就卡就坐那等着了 卡那边闪起一亮 特别特殊的光芒 我们所有人都想前六强终于要来了 结果进来的是斯文 就所有人都很意外 但我灵光一闪扶持心灵 我一把搂住身边的成禄 我说成哥你看 没想到吧 前六没来 前七来了 我整个大人杀 那个场面啊 就贼尴尬 斯文愣在那里 诚哥也愣在那里 我一看这不行啊 我得说点什么呀 我就说 哎呀那个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你俩就拿我当个孩子吧 反正你俩以后也不会有孩子了 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就不爱出门呢 因为我不懂人情事故 我一出门没有人情 全是事故 有一次 我去 我去 我去录汪涵老师的节目 正录像的 录着录着 我就走神了 我就在想 哎呀 我这节目上 我表现得这么差 以后这个节目 不会再让我来了 但是因为我是走神 我就边想 边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我还带着麦呢 那个场面就贼尴尬 嘉宾愣在那里 观众也愣在那里 我环顾四周 找不到一个前期能缓解气氛 但是 杭哥人特别好 他就马上打圆场 说放心吧 下次还会请你来的 大家说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说对 这个时候 本来我只要说一句 谢谢大家 就完事了 对吧 但我没有 杭哥说 下次一定请你来 我说真的吗 杭哥说 真的呀 我说韩哥 那你发个毒誓吧 现在三年已经过去了 那个节目再也没有请过我 朋友们 我只会做喜剧 我不会做人哪 人类太难当了 好多年前 我们董事长 带着我去见客户 他觉得我是搞喜剧的 一定很会活跃气氛 我就没见过 这么不懂事的董事长 但是当时我年纪轻轻 我得到领导的赏识 很高兴 心想今天一定 给他好好活跃一下 于是在董事长 做下钱的那一个刹那 我把他凳子撤来 当时全场气氛都炸了 我还高兴呢 我现在这喜剧手法 最好用的 果然得是掉凳了 结果大家乱做一团 董事长摔蒙了 躺在角落一动不动 我看看董事长 看看客户 看了看这一桌子的菜 我说别愣着了 他都这样了 咱们赶紧吃席吧 你别整一会儿 那人还热乎呢 菜凉了 那天董事长也去医院检查了 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头也轻了 屁股也轻了 最差劲的员工 无非就是能让老板头疼 只有我能让老板两头疼 最后我还去医院看他了 我给他送了 经典超绿牛奶 我说领导喝这个吧 这个好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一倍补前头 一倍补后头 后来我就 我就跟人说我设恐嘛 我不出门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其实只有我知道 我是在保护你们 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就有陌生人的局 我从来就不去 还有人劝我呢 建国 你放心来吧 我这边有个朋友 特别会聊天 无知者无畏啊 你这个朋友 还能用我帮个好爱 会聊天吗 那最后呢 我也要跟韩哥 和跟我董事长都道个歉 我也跟我诚哥 和我前嫂子也道个歉 虽然你们的分开 不是因为我 但我也不应该说 你俩不会有孩子了 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不应该乱说 不能再讲了 再讲出镜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各位好 我是小家 前阵子我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 让我去拍一部励志片 我是男主角 哇 他讲的是一个 体弱都病男孩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是男孩开了个公司 娶了个心爱的姑娘 太郁智了 她从来没想过 先给自己看病 关键这种剧情 我妈特别爱看 看了哪 又说 学学人家 这么严重 还这么坚强 我说我是不够坚强 还是不够严重 他的毛都太可怕了 因为是个年代戏 所以会有个角色来演我的小时候 这个角色呢 是变向全社会升级的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 在一个小房间 看二十多个小孩 模仿我的视频 好笑又尴尬 有个小孩甚至是这样的 啊 好 啊 好 我说我在这个小孩的阵子里 会不会太严重 我朋友说救他了 我说我 哎哎你啊 这个小孩跟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 就是学我 我每天看到他 逐渐的丧心病狂 他学完我还要我夸他 哥哥 你觉得我学你学得怎么样 我恍惚惚惚有一种 被四岁小孩霸凌的感觉 后来呢 因为金会有限不拍了 然后我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只是想一想 最难过的是那个小孩 他模仿我半个月了 他会不会恢复不了呀 我真的 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 被当成是弱势群体 我上次在机场正常排队过完节 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他说你跟我走 我吓死了 然后把我带到了老幼蝉通道 他说去那排 我很生气 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了 我前面是一个孕户 后面是一个小孩 那个孕户还在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办法 我只能 他说要不你排我前面吧 但某些时刻你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到弱势群体这个身份 我上次在上海骑共享单车被交警拦下来了 然后他说是寄了机动车道 我说我第一次来 他说给你开个罚单吧 我就觉得他看我这样他会同情我 我再等 等他说算了 结果他让我在华单上签字 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我签字的时候就开始变得颤颤抖抖 他其实给过我台阶的 他说你来上海是来旅游的 还是来出差的 这时候如果你狗一点 你就说来看病的 但我骨子也诚实说来旅游的 来旅游那你有钱吗 这是他给我的第二个台阶 我说没钱怎么旅游 我觉得所有群体都不止一种可能性 我跟我朋友说 我特别想演那种 警匪偏离绑架别人的人 他说 哼 怎么绑架 你做的最好的绑架 就是道德绑架 你跟那个人是说你别动 你再动 我就绑不上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身很强大 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 道德绑架别人 但我也不会被生活所绑架 谢谢各位 没事 黑灯 你就别看 没事 你看吧 没事 你看吧 你没有给我解说 好的 看到了观战间的预测 我们还是老规矩 先来看一下 本组得票最高的票数是多少 196票 196 196 92 咱是92 好难猜呀 196 196票 由于全部都是领校员都拍了灯的 所以就差四位观众没有投票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组直通名额 花过时间 要么是小佳 要么是建国吧 建国 小佳 建国 毛豆 黑灯亦 那个太精彩了 一个比一个更狠 一个比一个更狠 我觉得他们组那个难点 就是他们组的那个悬念在于谁会直通 毛豆讲完之后 就是觉得 他很可能就是跳级的选手 我讲的是建国 就是因为我觉得建国的能量什么的 在舞台上爆发的特别强 这一组谁都可以 毛豆又现场效果那么好 然后建国又能顶住那么大的压力 能演得那么棒 就真的有那种感觉 就是谁去直通都够资格 直通名额 花过谁见 毛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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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 毛豆 毛豆 太猛了 这一组呀 让我们恭喜毛豆直通成果进入天花板级级区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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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也就到我了都行 比较平和 毛豆直通不意外我猜到是他 那个一听一过那段的大伙一看就知道 这是差不多 只要他状态不出大问题 没问题了这个人 我全部猜对 我全部猜对 天哪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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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豆厉害 毛豆这一组 这一赢得太漂亮了 这难度很大 这赢一场 这比感觉赢一场半决赛还难 这不好赢 这一赢 因为基本已经是满票了 好的 还剩三位 让我们来看 得票情况 让我们恭喜王建国186票 小佳181票 晋级成功 好 要去 要到中间是吧 对 对 辛苦大哥了 好 辛苦大哥了 好 来 麦克风 好 恭喜两位 我们请黑灯 别在舞台上 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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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组真是神仙打击啊 这组太忙了 原来的那个建国还是回来了吧 我觉得很为他开心 我本来以为建国可能要直通了 他们这组太强了 就是 小佳太厉害了 我觉得没有人能说 他是靠着他的这个特殊的身体素质站在这个舞台上 他就是靠 他身上的东西是非常喜剧和非常脱口秀的东西 就是当之无愧 黑灯的最终得票是163票 黑灯离开之前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还是有点紧张啊 其实可以表现得更好一些 稍后大家播出看播出的朋友们去哪里可以看到你的线下演出呢 反正应该到处都能有我 应该会演的比较多 太好了 那我们非常非常感谢黑灯 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 明年再见 拜拜 也挺爽啊 有点半决赛的意思了 掌声有请 娘娘